嗯? Hello,大家好,孟姐又来了 今天聊点行业里头的事儿吧 这个编剧宋方金,还有谭飞,还有汪海林 搞了一个这个联名倡议抵制郭敬明和余正 这倡议书呢,发在这个微博上面 给大家念念怎么说的 说是,近来一些网络平台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屡屡出现 有抄袭劣迹的编剧导演 阔胡余正郭敬明 以导师和嘉宾的面目出现 在节目内外进行话题炒作 以此追逐点击率收视率博人眼球 被法院判决的文贼却被资本和平台追逐 这种神丑行为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给大家洋洋洒洒也有好几千字 然后底下附了111位 这个在中国非常知名的编剧以及他们的作品 今天我一看新闻啊,这个111位已经拦不住了 又追加了45名 呃,汪海林之前就一直在微博上面怼余正嘛 然后孟姐当时也做了一期节目 然后不知道这个事儿圆圆尾的可以戳上面的这个小方块啊 余正和郭敬明俩人都有抄袭的前科 一个是公所心欲抄了梅花落 一个是梦里花落之多少抄了庄宇的圈里圈外 然后这两件事儿呢都是在公案上已经有了定夺的 俩人赔钱赔礼道歉 但是呢这俩人花钱消灾了对不对 一直在心理上没有认识到错误 所以就一直没有公开道歉嘛 然后呢我跟你说说就是这件事儿大家是怎么看的 就孟姐看了这个微博评论啊也是非常的嗯很有意思 三生三世的编剧抵制抄袭别逗了 你们这是111位有一部分也不怎么干净 自己心里都清楚人家至少是承认了 真小人你们才是可怕的伪君子 这他妈真的无论什么圈子都存在恶性竞争啊 一群抄袭狂联明抵制另一个抄袭狂 还有人说如果你真的抵制就不该去改编抄袭者的作品呀 那样才是真的抵制 不要说什么资本啥的就会找理由 我觉得很无语 如果是真的抵制没有人去改编抄袭者的作品 那抄袭者就不会从中获得利好吧 那他的书版权就卖不掉了 这是一个产业链 现在就是这个微博网民 基本上就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基本上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这个思维方式第一是先找这些有没有语病 对有然后有没有这个里面有历史不清楚的 只要能揪出一到两个人 然后就会把这个东西全盘否定 你们自己屁股都没擦干净 对不对就是这样 然后第三呢就会说 为这个整个这个行业的产业链洗白 就意思就是还是有市场啊 对吧 他这个东西有价值值得被改啊 所以才会怎么样对吧 你要抵制的话就不要让他们改 就是他们永远都觉得他们这个逻辑是可以自洽的 其实今天蒙姐想聊的一个话题啊 是对于这些所谓劣迹艺人是否应该用这种联名签署抵制的方式来动用公权力来封杀 以及呢这是否是一个好心办了坏事的一个做法啊 就是我看了那个丁泰生 抄袭算不算劣迹行为 他说算 但是以扣帽子的行为啊 煽动大众并试图煽动公权力进行封杀 则比抄袭的行为更加恶劣啊 我觉得如果在一个法治国家的话 自由法律来制裁对吧 最终都有都已经到联名上书公车上书这么一个事情的话 拿着正义大旗的这一方的这些人 已经到了前率即穷就是已经没有办法的一个状态了啊 就是垂死挣扎的一个感觉 容易起到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 因为你想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图的是个啥 现在郭静明要上党的电影 如果有院线知道的话 对吧不要给他多拍片嘛 然后让观众看到这条之后说 OK我不去看他的电影嘛对吧 他在上什么综艺 我不给他捐钱了嘛 他永远是一个在商业社会来探讨的一个话题 他都是趋利的对吧 今年行业寒冬 电影院少吃了半年的饭对吧 到了年底 可算能缓过点劲来 那一定是就是一部大片 那一定就是可劲的牌 他一向是这样 就是你越骂他 他越臭他越火 对吧 然后很多人可能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发现说 也没有那么差的时候 反倒就能站在他的角度来狂踩你了 对吧 就是你是不是嫉妒人家 你是不是在黑人家 第二呢 就是你不是就想影响那些即将成为郭静明韭菜 或者要成为潜在消费者 或者就是他死忠粉那样一群人嘛 希望他们能够抵制 对不对 就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偶像和粉丝那一定是心里面完完全全先递付你 是吧 先第一波水军冲过来 就是就是喊打喊杀 一定就是他们 誓死为户到底 然后第二波那些在游移的过程中的这些即将成为韭菜的人呢 是有这种娱乐需求的 他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去喜欢郭静明 或者去占郭静明的时候 也是会起反效果 也是会把这波人推向郭静明 第三波呢 就是本来是那些就不喜欢郭静明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制造这么多的流量和话题 让这些人关注到你哦原来你出现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吧 之所以要联名上书 然后使用公权力 希望能唤起行政力量的这个辅助 这些东西也都是因为现在市场上推崇的就是这种所谓一专多能 就一个人吧 他比如说某流量既能是这个摩托车手 还能当主持人 还会唱歌 还会跳舞 还会演戏 还是时尚名流 多种多样的这种标签和身份 就是他非常推崇这个 所以你看郭静明 他也是对吧 又是什么青年作家 又是导演 还是制片人 还是编剧 还是什么 比如他写那个《无量》 把自己冠语编剧 底下俩是副编剧 他都这样了 然后像余正这样的对吧 你看瘦了20多斤 然后也愿意借用综艺这种方式 然后真面目是人 不再躲在后面当一个编剧 对吧 因为他知道这个行业他不推崇 你只有单一的这种技能 而且你的这个技能 还恰恰好 是一个编剧 编剧嘛 是一个就是最累的是他 然后被改搞最多的是他 拿到钱最少的还是他 然后在观众的心里面 只要这个戏不好 就是怪编剧 对不对 给编剧寄刀片 对吧 就是故事不好 也要让编剧来背锅 电影不好看 也是编剧先背锅 那谁甘愿完完全全就当一个编剧呢 所以这一点啊 就是我认为啊 郭建民和余正是先看到这个 像那个宋方金啊 然后汪海林啊 包括谭妃啊 也是知道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头啊 你不可能就是只作为一个编剧来生存和生活 你就是没办法生生都要把编剧从幕后逼到前台 都要逼成一个一个大V和KOL 来掌握舆论掌握话语权 然后为自己所主张的东西打call 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路径啊 就是所以我觉得你们看现在汪海林啊 包括谭妃他们做的什么自媒体啊 思维读书啊 这个站在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 那边有什么东西先直面 跟观众见面 哪怕扛骂的也是他们先扛 深深的知道这么做是有好处的 至少他们建立账号 然后拍摄视频 有这种原创内容的输出 也比就作为一个 还没有什么作品能够供应 对吧 手里面就有几部大家都没有看过的那些作品的 那些毫无话语权的那些编剧 就要强不少啊 就是老一辈的这些编剧们 现在在这个大的这个市场环境上 里面吃不到饭 然后也没有作品 然后也没有话语权的时候 那就只能输死一搏了啊 然后现在这个账号呢 主要就是聊一些文娱 行业生态 还有一些综艺方面的一些事情 OK 今天就这样啦 喜欢的话 请点赞 请关注我啊 OK 拜拜